警方大声喝斥将嫌犯压置在地立刻上铐 因为嚣张的嫌犯刚刚被围捕的时候 不顾远警已经开枪依然驾车逃逸 事发在二号晚间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监控四十五岁的 潘信毒品通缉犯多日 发现嫌犯搭乘有人的车辆停在路边 展开围捕行动 但是嫌犯快速将车门反锁 再从副驾驶座跳到驾驶座 发动引擎加速逃逸 远警朝左前车轮开了两枪 仍然被偷逃 立刻通报线上警网拦截 我们的小医长等人在准备要以车中起破气 去敲破车窗的过程里面 嫌犯到车加速逃逸 又造成了我们的小医长非常受伤 那我们去立刻展开通报拦截为图 潘信嫌犯不久开到一处死巷子 只能束手就擒 警方在车内起出毒品吸食器跟空气枪 讯后连同车上另外两名嫌犯 移送屏东地检署申办 记者王志文王一仲屏东报导 记者王一仲屏东 vid